为什么呢?他到了齐国以后啊,生活很安逸,生活比较好,所以啊,他也就不怎么打算再回到他的祖国晋国去当国君,好像不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物,齐桓公送了他二十匹马车,那他就在那里觉得过得蛮舒服了。 而且齐桓公还将自己的一个宗室之女啊,就自己家里的一个女孩叫齐江嫁给了崇尔,公元前六百三十九年发生了一件事情,什么事情呢? 崇尔手下有两个大臣,他当时还不是大臣,是他的旁边的辅佐他的人,就躲在一棵桑树底下,在商量。 商量什么呢?如何让崇尔离开齐国,回晋国去,夺回国君之位? 他们在商量的时候没想到,在这个商树上有个人,是谁呢? 是一个女奴,也不知道这女奴为什么爬树,就爬到商树上待着,就听见树下两个人在商量。 这个女奴赶紧就把她听到的这个事情啊,去汇报,汇报给谁呢?汇报给崇尔的妻子齐江。 那这个女奴当然是非常尊重自己的主妇啊,尊重自己的女主人,因为你这个老公要跑来,老公打算溜回去啊? 你这不觉得守活寡吗?所以去报告这个齐江,哪知道这个齐江啊,不是一般的女性啊,中国历史上女性都很了不得,她是嫁妇衰夫的,她认为我嫁给了你从尔,那我就是晋国的贵主啊。 她倒认为啊,自己的夫君啊,不应该躲在齐国啊,享受,你应该松有大志,回敬过去嘛。 所以齐江非常了不起,当然也很残酷,这个女性很厉害,就把这个女奴当场给杀了。 因为怕这个女奴啊,到处去说,就把她夫君手下的谋划给泄露了。 齐江也劝告从尔,你赶快走,想办法离开齐国。 从尔有什么反应,大家知道吗?从尔不肯,那我不走,我在这儿过得很爽,我不走。 那么他的手下的一些人,一看没办法,自己这个主公不争气啊,就把他给灌醉了,就把从尔给灌醉了。 灌醉了以后,把从尔抬到马车上,到尔驾,就把马车赶跑了,赶跑就往回跑。 那其实是为你从尔好嘛。